自从美英澳三国成立AUKUS组织以来 该组织就受到了来自不少亚洲国家 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抗议 该组织成立后 美国承诺将帮助澳洲获得核潜艇 而澳洲一旦获得核潜艇 在太平洋水域的军事威胁就会加大 这对于所有亚太国家而言都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大多数亚洲国家一开始就反对澳洲获得核潜艇 除了受到亚洲国家的反对 此时还引起了另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那就是其他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也因此提出拥核 为了保证国际社会的稳定 各国都应该遵循核不扩散原则 但是美国与澳洲的核潜艇交易 直接破坏了一直以来的平衡 导致不少国家都蠢蠢欲动 可以说AUKUS组织打开了核武器扩散的潘多拉摩河 更过分的是 如今AUKUS的成员竟然公开表示该组织未来 可能还会继续吸收其他成员 换言之 未来可能还有其他国家在美国的帮助下获得核潜艇 据报道 近日英国国防参谋长卡特表示 未来AUKUS组织可能会允许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加入 卡特表示AUKUS组织不是排他性的 所以未来该组织极有可能进行扩容 日本和加拿大等美国的盟友都可能会加入该组织 根据目前美英澳三国成立AUKUS组织后的合作模式 来看 卡特的话就相当于是在暗示 日本未来也可能在美国的帮助下获得核潜艇 此消息一出就引起了各国关注 虽然卡特表示 目前AUKUS组织还没有扩容的打算 但是他既然明确提出了 日本可能会加入该组织 那么日本获得核潜艇也不是没有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获得核潜艇远比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的危害还要大 在二战时期 日本对周边国家实施了侵略 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如果日本再获得核潜艇 随着其军事实力的提升 周边国家的安全将得不到保证 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目前日本没有核武器并不是因为技术限制 而是因为美国的限制 日本的核工业在全球各国中已经算比较先进的 如果美国解除对日本的限制 甚至帮助日本的话 日本获得核潜艇将非常容易 而且就在前不久 日本政客多次表态称日本也应该拥有核武器 可见日本政府的野心非常大 不过卡特放言日本可能会加入OPUSO 却遭到了日本民众的反对 据报道 卡特的相关言论被报道后 引发了日本倒霉舆论 不少日本民众认为 加入OPUSO以及拥有核武器 对于日本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 日本民众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 主要原因还是日本曾遭受过核打击 二战后期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 造成严重灾难 因此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 日本不少民众经常会举行反对核武器的游行 虽然有些人反对了只是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 但也有不少人是真心希望所有国家都消灭核武器 除此之外 虽然近年来日本优异势力越来越猖狂 但是也有不少日本民众比较清醒 据悉在此前一份民意调查中 超过半数日本民众认为 日本不应该在中美对抗中战队 所以 这些人对于日本加入 OKUS以及获得核潜艇会更加反感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有不少日本民众认为 日本不应该在中美之间站队 但是目前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却并不是这样 近年来 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野心越来越大 在台湾问题和钓鱼岛多次挑衅我国 如今英国又暗示日本可能会获得核武器 日本政府势必会更加讨好美国 以达到拥合这一目的 对此 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 防止日本搞小动作 同时也要与周边国家通力合作 共同应对日本对周边国家的威胁 我们下期见